第十題 孟昌利用質量m和2m的砝碼 分成甲乙丙丁四組實驗 探討力和加速度的變化 假設桌面的摩擦力及矽繩質量忽略不計 則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知道這個題目就是所謂的滑車實驗 滑車實驗裡面我們的公式是f等於ma 但是呢設理了f是y的合力 再一個就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 它的重力呢就是我們的外列合力 而所謂的m就是受力質量 受力質量是全部加在一起 叫做我們的受力質量 因此我們就把它帶進去 f等於ma 因為我們現在只要算比例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就不需要把前面那個掉的力量m呢 改成牛頓要乘以基值 我們就直接用m來做好了 所以假呢 我的受力是m 然後呢受力質量是m加m有2m 所以等於a 所以a呢就是2分之1 那麼以呢 以呢它的受力的質量是 總共是m2m加m 所以總共有4m 然後它的受力的力呢是2m 然後所以呢乘以a 所以呢a呢也是等於2分之1 所以它比例就是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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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2分之1比3分之1 比3分之2 那我們全部都乘以6 那就是3 乘以6 這就是3 乘以6 這就是2 那麼乘以6呢 這個就是4 所以它的比例呢 就應該是呢 3比2 3比3比2 比4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答案是我們的b 答案是我們的b 所以呢第10題 根據我們的計算結果 我們答案要選b 3比3 3比2比4